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呵护女人花 健康你我她 沈阳市爱心女子医院复科 24小时复科热线 024-2283-7999 2283-1888 地址辽宁日报社 鞋对过 谁疼谁知道 小孩子互相打闹 都爱拿点东西做道具 上一个咱还说枕头大战 那说成人了 还找魏敏童心 可是你也不能逮着什么 都往身上撇 男童有一个小女孩 就好权没玩出人命了 对 您看这个图片 您看仔细了 那上面一柄剪刀 25号那天晚上 男童9岁的女孩 连练在家里边和堂姐 以及几个小朋友在玩耍呢 玩得正高兴 一个小朋友 顺手拿起桌上的剪刀 吓过同伴 实际上这名小朋友突然失手 那也是寸 就这把这把剪刀 不偏不倚的 插进了连练后脑勺里 当时这连练的脑子 就成了个血葫芦 几个小孩都吓傻了 谁也不敢上前 这连练还挺镇定 自己试图去拔出剪刀 可怎么也拔不出来 于是自己也害怕了 哭个不停 家人看到这个情形 吓得也快没活的 赶紧就把连练送到医院 医生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手术 终于是顺利的把剪刀 从连练的脑子里边给取出来了 医生说 连练是不幸中的万幸 怎么讲 如果这剪刀插入的部位 再偏一点 就会有生命危险了 命大 孩子得掌机一下 撇飞刀的小朋友贵心 小李吗 一切向领导看齐 弄不好自讨苦吃 二十三号是俄罗斯传统的 叫祖国保卫者日 当天的早晨呢 总统普京带领了大批政要 和高级将领 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外的 亚历山大花园 向无名劣势 敬献花环 由于当天的气温 是零下的二十五摄氏度 又赶上大风夹着雪花 还有现场那叫一冷啊 这不 总统普京啊 习惯了不戴帽子 当天也是如此 新任的国防部长 希尔九科夫一看 总统兼武装力量总司令 普京都光脑的 那自己也不好意思戴帽子 就把帽子给摘了 现场官位最大的两位 都没戴帽子 这仿佛成了一种暗示 原文武的严严实实的 诸位政要们 也都纷纷照他们的样子做了 没片刻功夫 寒冷的挑战来了 普京虽然是硬汉出身 一贯从容镇定 这会儿也没忍住 一会儿就搓搓耳朵 一会儿就误耳朵 九经考验的普京都这样 别的政要就甭提有多遭罪了 慢慢看吧 据说国防部长 希尔九科夫鼻子动了通红 不得不用手捂着 总统事务局局长 柯仁则耍起了小聪明 立起大衣的领子 国家杜马主席 格雷斯洛夫的胡子上挂了刷 联邦委员会主席米洛诺夫 据说是最惨不忍睹的一位 眼泪都冻出来了 希特勒失败了 红军乐了 戈尔巴乔夫撤了 叶利钦乐了 俄罗斯繁荣了 普京乐了 各位都冻坏了 北极熊乐了 下一集啊 好男儿金钟爆火 侠干异等 四小生风姿劈踏 英姿勃发 何润东 陈龙 胡歌 彭于燕 综合频道 新北方剧场 少年杨家将 正在播出 放眼看天下 春节长假过去了 大家玩的都很开心 在这个北方啊 很多人的假期 是在滑雪场度过的 在户外滑滑雪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那是一件很舒坦的事 比闷在家里强多了 下面咱们就要带您去的地方 是欧洲最著名的滑雪圣地 叫高雪维尔滑雪场 那里边的风光啊 美的是实在难以形容 你看了片子就知道了 在法国的滑雪圣地 高雪维尔 人们可以看到 明星片式的美丽风光 蓝天 白雪 分外鲜明 还有这别具 阿尔卑斯山区特色的 牧人小屋 阿尔卑斯三大三谷 都成了世界最大的滑雪区 而高雪维尔的滑雪场 坐落在这片滑雪区的中央地带 滑雪场周边有五个度假村 分别坐落在海拔 1100米到1850米之间的山上 别小看这些外表普通的木屋式酒店 它们可是法国当次最高的超豪华酒店呢 这座安纳布赫纳酒店 是这里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这里的海拔有1850米 厂量的设计让雪天相接的美景一览无余 当然价格也不低啊 旺季里最便宜的房间要650多欧元一天 旅游业虽好但也不是没有危机的 因为这里会很容易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 专家说 现在人们还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滑雪的乐趣 以后就不太好说了 以后再来 那么好你就要钓鱼玩了 这个月出版的一份医学杂志 一篇由澳大利亚科研人员发表的文章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文章里边是这么说 说科研人员啊 通过对这个斑马鱼 这一种鱼 这个观察和研究 将有望找到攻克人类肌肉萎缩病的方法 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种斑马鱼 肌肉萎缩 这斑马鱼是一种很常见 并且异于饲养的观赏鱼类 然而呢 看似普通的斑马鱼 却拥有自身器官的再生能力 它的肌肉 鱼鳍 甚至是心脏 如果遭受损伤 都可以进行再生 由于斑马鱼的胚胎是透明的 能够让科研人员清楚地观察 胚胎的生长和发育的情况 因此呢 通过对斑马鱼再生机里的研究 能够帮助人类寻求激发自我修复能力的方法 科研人员表示 如果这一研究取得成果 将有助于治疗人类的肌肉萎缩 还有肌肉退化 以及由运动而造成的肌肉伤害等等疾病 我瞎菜啊 我说不好 你说这斑马鱼啊 它能有这个功能 是不是秋眼吃多了呢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景 明儿咱接着了 再见